看漂亮吗 漂亮吗 你没看到 你要再来一次吗 我私人给你看一次 Uncle Five 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蘑菇头音乐 我是你们的夏蘑菇 那么本期蘑菇就盘点 一唱歌就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 点狂派歌手们 大家都知道 华晨宇的演唱风格比较另类 更是被网友吐槽 是法师 称他不是在唱歌 而是在做法 尤其是在演唱癌时 表现得十分夸张 对此网上争议不断 而华晨宇本人立马辟谣 真的不会法术 癌症的癌 实际上那个作品 是我当时跟一个艺术家来合作的 我如何才能让人 人们听到这个作品是 害怕的 所以我把自己全程想象成了一个 癌细胞 原来这首 《癌》是和艺术家陆阳合作的实验音乐 这么看来多少是有点理解了 不过这种艺术还是有大部分网友不买账 直言他没有做法原来是细胞在做法 他们说技术神圣 万幸人不懂 So 他们的早纪天生 有高贵血痛 So 他们说人类经营不全靠 他们论着 So 小鬼在音乐节这段抽搐式表演 也曾饱受征业 妖艳的红发搭配上全包眼线 全身上下抽搐不停 一度被大家误认为是演出事故 隔着屏幕 谁看了不说一声 绷不住了 而小鬼实在看不惯网友对他这种独有的鬼式朋克风格的不理解 立马回怼了起来 在网上 有一些断章取义的弟弟 你是谁啊 我想给那些弟弟放一条生路 所以我今天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 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老子说的算 一个字 绝 那么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看看 堪称小品演员许佳莹 造年唱歌的迷惑行为 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要像滚一下可以吗 很棒式 转发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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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